聯合國難民公署說2013年有5,100萬人被迫離開家園 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最高紀錄 星期五是世界難民日 聯合國難民公署在這一天發表這份報告 該機構說這些人包括世界各地的難民、尋求庇護者 以及在國內留離失所的人 聯合國難民公署還說今年的難民人數比去年增加了600萬 該機構表示導致難民人數劇增的主要原因是敘利亞衝突 250萬在敘利亞衝突中成為難民 國內還有600多萬人無家賀貴 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古鐵雷斯發表聲明說 看到無憂此境的戰爭不能解決或者避免衝突所帶來的巨大代價 互相 嘗 互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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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 感谢观看